今天教你们如何把速冻馄饨 变成美味的红牛超手 准备一个耐热的大碗 一定要耐热哦 放两半蒜蒜末 一丢丢姜蓉 两大勺辣椒面 一丢丢五香粉 丢丢花椒粉 韧性的撒点白芝麻 我们的边边红 我们的边边红 烧热大约两大勺植物油 先倒一半 加喝加喝 加到剩下的 加喝加喝 完了就会出现一坨 美味的红彤彤黏糊糊的东西 放两大勺酱油 半勺香油 一拧拧白砂糖 不够咸的还可以放点盐 加喝加喝 好 调料就做好了 等一下 你应该把馄饨煮熟了吧 没有 还不快去煮 煮好成在刚才的碗里 继续加喝加喝 听听这美味的声音 别光顾着吃馄饨 年轻人 多吃点蔬菜 吃吧 我就知道 关注点赞转发 评论收藏发弹幕充电的 又是你们这些 长得好看的 虫米